修学佛法 我们也要勤勉自己 能够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学佛三十多年的陈美居居士表示 现在是末法时期 需要用佛法教育大众 大众需要学习佛陀的精神 把家庭顾好 学习善知识才能离苦得乐 现在末法时期 需要教育 用佛陀宗教 尤其是佛教的精神 跟释迦牟尼的精神 他是教育 给我们知道道理 要怎么向善 把平常做好 可以把家庭顾好 众生可以得度离苦得乐 大家不要争 就是要慈悲吸捨 来发福利心 行不上道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学佛修行 就是要学习佛陀的精神 慈悲息舍 发菩提心 在菩提心的摄持下 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从理念上要心存菩提 从日常生活的心持上 也要做好自己 这样才能感动我们周围的人 也是在上行佛道 下化众生 史方新闻 黄慧如乌宗睿 彰化采访报导